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CEO书房 本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个书的话呢是一本管理的书 它的书名啊取得很有意思 大家看这个叫脑力与无限工 脑与力无限公司 不是脑力啊是脑与力 但为什么脑与力呢 等一下待会儿跟他解释 他说脑的话呢里面有五个成分 力的话力量有五个成分 他这本书呢是我的母校 Stanford一个教授啊叫Robert Segal 这个写的脑力啊 这个打开打错了脑与力 我就知道是脑与力无限公司 这个还是脑力与无限公司 这远流出版社最新出版 这个人的话是这个 我毕业的时候他应该很年轻 我今年62岁了 我毕业的时候他还他应该还没有进去 他是Stanford大学的MBA 所以他现在研究的领域包括实体线上线下解决方案也做过创投 他的这个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这个里面他他有一个架构 他的就是说这个人呢 有十个力量啊 就是第一个是脑的力量 左脑的话呢是数据分析 就是冷静的 右脑的话是创造力 还有一个性人核啊 这脑子里面一个同理心啊 就同理心等于是你的sympathy 那前额叶皮脂 就是哎你像这样你驾车一样的风险 那另外内耳 大家知道说内耳的话 有的人走路会摔跤什么 因为你的这个不平衡 就一个公司自己的内部管理外包平衡 他这个这个点呢 这个这是这本书精彩的地方 就是他把人的身体啊 跟一个管理一个公司啊 结合在一起 他就说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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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只讲一个一个能力啊 手的能力眼睛的能力什么 但是你要整体的平衡 就像你一个人像我现在这边跟大家讲话 我一方面要要要要要要头脑动头脑了 然后我必须要讲的很有创意啊 然后呢我又不能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讲了太久啊 讲什么政治的东西 那没有同理性啊 那那这个这个 那但是我从自己也要平衡啊 就那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那他说这个是动了脑以外的 你还要动手脚 那你要有力啊 力的话他就他讲脊椎 脊椎就是物流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双手制作产品的记忆 哇这个是这个讲的真好 肌肉啊就是杠杆操作 嘿这个比喻很对啊 肌肉杠杆操作 就是你要有力量 你要有muscle嘛 你才能杠杆 你才能举起重的这个东西嘛 那手眼要这个协调啊 所以他要协调 你有很多供应商通路的伙伴 你的这些 一个公司你不是自己单独存在 你要的 然后你要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字 叫任性 你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啊 我要活下去 所以他他他当然从各个 这本书呢就底下就从各个里面 讲了像他这个讲 他左脑啊是讲 讲着这个大数据 冷静的分析 大数据的话像谁 呃这个亚马逊 就是用大数据 脸书的话是一个负面案例 用大数据 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比喻 创造力啊 他讲了说这个 买体就是很有创造力啊 这个这个公司 乐高 LEGO啊就是也是有这个创造力 那这个信任和同理心 同理心的话就是你 你要关心你的客户 你不要只是赚钱赚钱赚钱 这个就跟现在ESG 这个道理一样 风险管理 就是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很多钱 因为没有控制好风险 把这个停滞不前 内耳要平衡 跟各个你的顾客的关系 代购商销售商之间平衡 那接下来还有讲别的 你的脊椎跟双手 所以脊椎跟双手呢 就是他因为这个人是 大家看到他是 他是学这个电商的 所以他是实体实体店的体验 跟你的这个就等于一些线下 线下跟线上 这里面要来要来结合啊 所以脊椎跟双手 手眼协调吧 所以他这个 他手眼协调要脊椎跟双手 就是你就像你在开车一样 你要整个的物流关系的制作 手眼协调组织生态系 这个生态系 事实上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在做很多东西都是 打造一个生态系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南涛亚洲 我周围还有东海大学啦 还有领涛啦 这个是做加速器的啦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东海 这些的话呢 来跟我这个配合 那现在企业的话呢 也必须 你必须我们讲眼观 四面耳听八方 你就是要组织一个生态系嘛 那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啊 当然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这是我Stanford的校友 他也是MBA 我当然推荐校友的书嘛 第二个就是很有趣 他有做一个比喻啊 我其他的东西没有记得出来 他这个书的背后就讲脑 脑就讲了五件事情 例 这个讲了五样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把这五样的这个东西呢 就跟这个管理这里面呢 做了比喻 然后第三个呢 你讲到这比喻的话 很有意思 你有例子嘛 他用了一大堆的例子 来说什么叫脑 什么叫眼 什么叫手啊 什么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就 就是你要去驾驭管理一个公司 就像你要去开一个车 或者你要去玩一个电玩游戏一样 你必须是很前方位 这个这个是这本书里面 给我的一个启示 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名字 所以很多的这些东西 大家看到就是 什么你这个流程要加强 什么你的策略要做 他说这个东西就像 你你在管一个公司 就像你你在开车 或者是跑步 或者是什么一样 你要有一个全方位 所以给大家推荐 以上本周这本好书 这个脑力与无限公司 应该是脑与力 无限公司 你既有脑又有力 那你的公司就无限公司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书名要改进去 有点拗口 不是很好 但很有趣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